你好 欢迎收看5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109年花莲县街头艺人审查 5月9号在文化园区登场 有花莲在地以及其他县市的表演者 共100多人报名参加 包含表演艺术类 视觉艺术 还有工艺艺术类 今年还增加了市区现场演出审查 要让表演者充分展现自我魅力 表演团体一组一组登台演出 评选委员在台下细细品味 这是花莲县109年度街头艺人审查活动现场 今年有花莲在地和其他县市 66组共100多人报名参加 今年文化局办理我们花莲县109年度的 街头艺人评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委员会 在今天盛大的举行了 那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 无论是表演组或艺文创作组 总共有84组有100多人参加 非常非常的盛大 那我们也请了来自台东 来自宜兰的这个评审委员 来一起来评审 有非常非常多的眼界 还有意见可以分享给我们花莲在地的 街头艺人 让他们更加精进 那因为我们花莲县的街头艺人证兆呢 可以在其他像台南市 我们的台东县 还有南投县 彰化县 还有新竹市新竹县 金门县 我们跟我们都可以互通 所以现在今年也有我们来自台南 台东的这个艺术家 来我们参加我们的街头艺人的评比 所以让整个这个这个街头艺人的评审的 这个表演呢 都更加更加的丰盛 更加更加的精彩 想取得街头艺人表演工作阵的选手 无不使出浑身卷束 希望可以获得评审青睐 一开始呢 因为你是街头艺人嘛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他在招呼客人的这个热忱度里面 基本上来讲 他就要有很强的企图心 然后呢 再把他自己这几年下来 他非常就是说很专业 或者是有很多的 所谓的表现空间的一些艺术 把艺术变成一个 比如说以画画来讲 他可以在各种的所谓的 秀的这个动作里面 或者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达到非常强烈的这样子的视觉效果 然后在这个工艺方面的话 除了就是说 不要留意所谓的摊贩式的 好像你今天做一个DIY 那你就好像可以拥有一个 一个摊贩在那边 我个人也比较不太 乐意见到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觉得 工艺类的话 要有更多的呈现 所以我刚刚还问他们说 你们的工艺类里面 是属于传统工艺呢 还是叫做表现主义的 一些工艺这样子 审查分为表演艺术类 视觉艺术类 还有工艺艺术类 今年除了第一阶段表演审查 还特别增加了 市区街头的现场表演审查 要看看这些表演者 是否能够展现个人魅力 来吸引街头民众的目光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